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多个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 在此展示 其中一辆造型独特的汽车 成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伴着悠扬的音乐 这辆汽车偏然起舞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电动汽车 不同寻常的是 它有六扇车门 能从不同方向同时打开 车辆顶部的两扇车门打开 如同雄鹰展翅 自由舒展 虽然顶部车门打开时 造型十分独特 但一旦下雨 车里会不会漏雨呢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车辆配备有雨量传感器和障碍物传感器 如果下雨天的时候 上面这下门不会打开 前边的雨量传感器会让控制器禁止它打开 包括如果说上面有障碍物 有障碍物的时候 上面有雷达 那么会探测到这个障碍物 它也不会打开 除了车门设计颇为独特 整个车身光滑平整 没有一个门把守 没有门把守 车门要如何打开呢 在车辆前后门的中间 有隐藏的摄像头和人脸识别系统 驾驶员只需提前将自己的面部信息输入车里 车辆就可以在三秒钟之内精准识别 解锁开门 它还有一个加载的过程 身份识别中 对 然后就可以上车了 这是人脸识别系统 第一次应用到量产车型中 那可是你看刚才我看到老师您把它扫开之后 我是一个身材非常敏捷的人 您把这个扫开了 然后我蹭一下我就穿上去了 然后我现在是不是就立刻就可以把车就开走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方向盘上面设计了一个证物识别系统 只有当扫开车门的这张脸 我坐到驾驶座上被这个方向盘扫到的这张脸 是同一个人的时候车辆才能被开走 所以还是安全 为了确保安全 设计师给车设置了双保险 而车里的这个摄像头 除了能够识别人脸 还有更加聪明的功能 它能够读懂乘车人的情绪 并根据人的不同情绪 自动给人按摩 播放音乐 甚至释放香气 你看我进来之后 它就已经开始在为我按摩了 它就是在肩膀还有背的这个地方 它就一直在帮我捏帮我揉 然后你看现在音乐已经起来了 很好听 然后还有香味 有这种味道的配合 所以我真的坐下来之后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这辆车为什么拥有如此神奇的能力 小小的摄像头又是怎么识别人的情绪呢 它会拍你面部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大概15秒钟 通过一个复杂的人工智能的结算 它就可以判断出来 你的心跳是什么样子的 血压的变化 呼吸的频率 情绪是不是紧张 包括喜怒哀乐 当它感觉到你很疲惫的时候 这个车会提供一些按摩 自动地播放这样的一个舒缓的音乐 那么提供一些香风 我们坚持这样一个理念 我认为车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序 而是人生活的一个伙伴 第三空间 所以说这个车会越来越智慧 越来越智能 越来越聪明 这样复杂的人工智能算法 需要云端的超级计算机 和车内的计算平台继续协同 除了能读懂人的情绪 这辆车的聪明之处 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 汽车的各项功能 例如开门 播放音乐 打电话 开灯光等 都是通过编写软件来实现 常规汽车出场后 这些功能就都确定下来 很难再有改变 而这辆智能汽车 则拥有一个更为开放的平台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软件编程 让车辆拥有更多灵活的新功能 例如车灯除了常规照明 还能变成各种图像和表情包 比如说我今天有朋友过生日 然后我想用我们的这个车的 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来替我向他表达我对他的祝福 可以吗 可以让我的工程师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编辑一段这个咖秀 让这个灯光 让这个门都舞动起来 然后为您的朋友祝幸 工程师现场编辑了程序 输入汽车的电脑里 一场别开生命的生日秀 即将惊艳亮相 这个是生日蛋糕 对 这是生日蛋糕 这个灯还在一直好像那个弯弯的嘴角 一直在笑 这种个性化的设计 是不是只有专业的工程师编程 才能实现呢 这个编程界面将来是开放给用户的 不是我工程师的专利 用户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己去进行这样的编程工作 只需要两分钟到三分钟 就可以完成了 通过编辑程序 这辆车还能实现诸多神奇变身 它可以变成机器人保姆 陪车里的孩子聊天讲故事 它还能变成冥想式 营造放松的环境 甚至它还能变成练歌坊 因为我们这部车上 整个的电子架构 是全新开发的 是国际领先的 过去车交给你 你改也改不了 你也不能输入什么东西 我们直白地说 我们这部车 像一个智能的终端一样 你可以输入 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 来调整你这个车 你可以根据你的爱好 进行自行编辑 所以说最后 没有一部车是一样的 根据你的需求 形成一个叫千人千秤 这样一种架构 给予你这样一种 开放进化的可能性 除了不断进化的大脑 汽车的动力系统 也正在经历更新换代 电作为一种 更为绿色环保的能源 如今已经在汽车产业中 广泛应用 而对于电动汽车 大家最关心的 大概就是电池的续航能力 安全性 以及电动汽车的驾驶体验 究竟如何了 这里是位于江苏延城的 新能源智能汽车生产基地 工人们正在给电动汽车 安装电池 电动汽车的电池 究竟是什么样子 它又安装在汽车的 哪个地方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汽车底部 这个看着像一块金属板的东西 就是汽车的电池 工程师称它为电池包 将一整块电池包 嵌入车底预留的位置 固定安装 未来就是从这里迸发出 让汽车不断向前的动力 对很多用户来说 电动汽车的续航能力 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那这款新能源汽车 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能跑多远呢 宋博士长 对于电池 这个东西它的关注点 就是我能跑多远 你像咱们现在的这个电池 续航的里程 大概是有多少 我们现在的电池续航里程 最远按照国家的工况 可以开到630公里 基本上跟燃油车相等 现在我们今天 一个SUV加一箱油 基本也就是开到 五六百这种里程 电动汽车被大众广泛守之 大概是在几年前 那时大部分电动汽车的 续航里程 还只有一两百千米 短短几年时间 我国电动汽车的续航能力 得到了显著提升 那么究竟是什么 在影响汽车的续航里程呢 答案是电池的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是有效的空间 能放多少能量 那么回到电池这边来说呢 就是电池呢 也取决于它的能量密度 从过去只能加一次充电 几十公里 到今天我们讲到的五六百公里 那么未来这个蓄势里程 还是不是可以提升 是绝对有空间的 那么核心的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电池技术要有突破 能量密度要不断地提升 那么很有限的空间 能够提供更多的能量 来加长我们的蓄势里程 让用户一加一次电 能够开得更远 用的时间更长 电池技术的不断突破 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 愈发成熟和更具竞争力 工程师们还在不断努力 未来电动汽车的续航能力 还将继续提升 除了续航里程 电池的安全性 也是大众广泛关注的焦点 电池被安装在汽车底部 在行驶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磕碰和涉水的情况 一旦电池进水或者剧烈碰撞 就可能有漏电或者起火的风险 事实上 因为汽车电池发生的安全事故 例如自然等 液层建筑爆端 那对于电动汽车 有哪些手段来保证电池的安全呢 在被装上汽车之前 每一个电池包都要经过严苛的考验 这里就是电池的考场 他们要进行一场又一场严格的考试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一个是气密性的一个测试 气密性的测试 其实这两个电池包的测试里面 有一项是把这个电池包 我们要放到水里面去 但是现在我们总不能把每个电池包 放到水里面去做一下试验 所以我们就等效了一个气密性的一个试验 对整个电池包的进行一个充气 充满气 假如它不漏气 就证明我们整个的电池包的密封性是很好的 所以防水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对电池包充气 看看会不会漏气 从而杜绝电池进水的可能 接下来电池还要进行防火 穿刺等多项测试 整个电池系统要通过500多项测试 才能投入使用 而在被安装进汽车后 在使用的过程中 电池也始终能够保障安全 我们本身有很好的电池管理系统 再也我们云端有对它的管理 包括你的电池使用的情况 我们是实时监控 然后提前预警 来保证你电池使用的安全 那么一旦你这个电池 如果说有些感冒发烧 那我会提前提醒 比方说你充电过头了 在外面使用不当 这个时候我会提醒你要注意 充电的方式 如果确实电池已经受到伤害了 我会通知你来修理 或者调换 这样就避免电池走向极端 起火或者其他的意外 所以说这样一种实时控制 我们都在云上 电池包的内部 有安全监测设备 能够实时收集电池的使用情况 以及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然后将这些信息发送到云端 给车主提供合理的使用建议 他就像一位如影随形的健康医生 时刻保障电池的安全 一项向科技创新 共同托举起 我国新能量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 2015年到2020年 我国电动汽车产销量 保有量连续五年 居世界首位 新能量汽车的发展 还将带来哪些惊喜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这些智能的汽车 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现代化的汽车生产工厂 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下集节目 我们将走进 新能源智能汽车生产车间 深度探秘 汽车产业 未来的发展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